前几天我从家返回学校坐着硬霍 吓扑我自己一个人 半夜三点有人摸我的脚把我吓醒了 我是明显的能感觉到他用手这样抓住我的脚后跟 我吓得把脚抽回来然后立刻坐起来 我们俩就直直地对视了两分钟 一句话没说 这个时候列车板就过来了 问他是干啥呢 他说他是来充电的 他是10号车厢过来充电的 我们是在13号车厢 他从10号车厢半夜三点到我们车厢来充电 并且坐在了我的床上摸我的脚 三点半的时候他又坐在了我对面女孩的床上 四点的时候他又一次地坐在了我对面女孩的床铺上 并停留在那个女孩的被子 我是有点近视 再加上那个被子挡住的时候 我没有感觉在手伸没什么被子里 我就感觉到很用力 就是我感觉他的手抓住我的脚后跟的位置 我坐起来的第一身家 我是看见他的脸的 他瞅着我我瞅着他 我说哥你能别坐这了吗 我心里挺胖的 就是他这句误误说 因为过道来总过人 然后他坐在那块不方便 然后说那好吧 他一直没走 他一直在过道里 其他人都没有了 只剩他自己一个人的时候 他就又坐过来 三点多到五点左右 我那趟车是马上八点半到第二天十二点十五下车的 从凌晨三点一直到我下车 第二天早上的时候 跟家人跟同学 他们两句 他们建议我跟列车员反应 就是说尽管这件事已经过去了 还是要跟香港人反应一下 就是我最后悔的 就是没有第一时间跟相关人员反应 其实也还好 而且吃一片找一吃 以后还能做到小型 但也知道怎么解决的 大家又出了很多好的建议 也不要因为这件事 就以后不敢坐车了 但是也计定着安静屁一点就好了 如果要是再遇到这种事的话 一定第一时间去找相关人员帮忙